郑爽张衡的事情又开始发酵了 在南方晒出的最新证据中 指出女方在恋爱期间出轨 甚至还提到了稳恒的问题 当然感情的事情谁也说不清楚 郑爽在接受张衡之前 也为了给前人一个交代 对感情做了一个确认和了结 并且他还特意注册了一个新账号 对所谓的出轨一事 给出了自己的说法 接吻那是我跟他还没有正式在一起发生的 他后面问我 我就告诉他了 我觉得这并没什么 因为我的心里我是后面才认识他的 所以很坦白的告诉他 我说当时不知道自己的心意 我不确定我还爱不爱前任 我吻了他 我自认为是对下一任的负责 抱歉可能我真的不适合太恋爱吧 简单说此事有三个重点 第一郑爽不知道还爱不爱前任 所以吻了前任 第二与前任接吻的时候 还并没有与张衡在一起 第三此事也是告诉了张衡 而且女方觉得这都没什么问题 当然也有一点可以肯定 张衡认为郑爽当时已经是自己的女朋友 还做出这样的事情 让自己根本无法接受 而郑爽却认为 两人还没有正视在一起 所以出轨的指控是不存在的 但不论怎么说 男方把当初恋爱的事情放到台面上 的确是不妥 而且张衡抱负心极强 看不明白人的人继续支持他 不管谁对谁错 事情都已经结束了 还每隔一段时间就出来作 绝对不是一个好父亲做出来的 完全不考虑未来给孩子和郑爽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但这两人就这么思来思去 就为那二两文银 赢了世界又如何 真是应的那句话 离婚离成仇人 而且郑爽估计也是被逼的 没办法了 想赶快洗白自己的人设 才进行了回应 毕竟他在美国 现在应该是找不到正解工作的 没收入应该没错 以前赚很多也是事实 但是却被冻结了资产 以前那么红 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现在比普通人还落魄 不赶快想办法翻身 估计日子都很难过下去